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乌克兰攻进俄罗斯本土之后继续缓慢的往前推进 同时发动勘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长城无人机攻击 突袭俄罗斯四座军用机场 由俄军的这个军机遭到了摧毁 而乌军在攻入库斯克之后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遭到阻挡 还有大批的俄兵沦为俘虏 俄罗斯两个边境州已经进入竞技状态 乌克兰特种部队继续推进俄国境内的库斯克 他们攻入俄罗斯本土后在丛林中枪林弹雨的作战镜头 首度对外曝光 画面拍下他们成功伏击一辆俄国军车后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笔直大马路 一片最后除了看见四散的俄军遗体外 似乎没碰到更多阻挡 乌克兰士兵大笑出声不敢相信真的轻松就这样攻进俄罗斯 这段影片还能看到一辆美国提供的MAX Pro装甲车也跟着缓缓往前 they were shocked by such a rapid advance he says they were in tactical encounters and willingly surrendered to the defense forces and then every warrior every soldier who defends their homeland probably had a dream of stepping onto Russian soil and destroying the enemy there these feelings are impossible to forget 即乌克兰电视台记者进到俄国拍下乌军拔除俄国国旗影片后 更多类似的摘旗画面陆续曝光振奋军心 根据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乌克兰目前仍持续沿着主要高速公路深入库斯克 而乌克兰自己则宣称掌控超过100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 而且俘虏大量俄国士兵 除了有俄军被拍到在乌军指挥下列队行走 还有更多人狼狈趴地束手就擒 数量恐怕有上百人之多 而且不止库斯克 连临近的贝尔戈罗德都进入紧急状态 从乌军发动突袭以来 俄国边境撤离的居民超过13万人 许多人谈及战火打进家门 坦言感受很复杂 乌克兰对库斯克的突袭行动进入第十天 边境地区还有更多军车持续开往俄国 俄罗斯看来也还是难以抵挡乌军的无人机攻势 这些乌克兰的空洞 我们认为是乌克兰在四个人的空洞 再次进入乌克兰的空洞 乌克兰的公司说 这是最大的攻击 在乌克兰的空洞 从开始的战争 一夜之间又有四座俄国空军基地被锁定 还传出有俄国战机遭到摧毁 俄军这回真的慌了手脚 一段卫星拍下俄罗斯疑似怕乌克兰再推进 紧急挖出新的战壕 而且位置距离边境超远 有45公里 为了保住普京的炎灭俄罗斯张贴广告招募人力挖战壕 并开出上看4000美元约台币12万的高薪 不过更重要的救兵似乎还在半路 俄罗斯战争期间不只打压 他独立媒体还开始限制YouTube的网路速度 他们对外声称是要逼YouTube解封俄国官媒 实际上也是借此淡化各种不利俄军的西方讯息 对于库斯克战况 泽伦斯基表示进展顺利 而这些推进的范围也被视为乌军想在边界设置缓冲区 以防俄军频频频用滑翔炸弹攻击 但相关的突袭画面无一向对普京疯狂打脸 即日的第二大军事强国颜面彻底扫地 点新闻 宋科报导 继续来看的是新一轮的加萨停火协商将在卡达登场 不过传出哈马斯在最后一刻拒绝出席 将由埃及跟卡达代为转达讨论的结果 另外中东媒体爆料在谈判前 美国暗中对伊朗释出善意 背着以色列将暗杀哈马斯领袖的特工名单 偷偷交给了伊朗 妇女相拥悲痛哭泣 不止因为轰炸节后余生与亲友天人永隔 让他们忍不住情绪崩溃 民众着急带着伤患送医 这样恐怖的场景天天在加萨各地上演 空袭依旧没日没夜 建筑镂空外墙全碎 从去年十月冲突爆发以来 加萨民众至今人活在人间炼狱 抨击以色列惨无人道 加萨人指控以色列士兵明知故犯 刻意朝平民区攻击 但以色列这边丝毫不受影响 甚至还准备加大攻势 没见面哈马斯不罢休 态度坚定 加萨紧张 难以降温 加上哈马斯领导人遇刺 敌军阵营伊朗扬言将要报复 美国宛如热锅上的蚂蚁 各国的谈判代表周四将聚集卡达杜哈 针对新一轮停火谈判进行协商 就怕区域战事迅速延烧 美国代表团积极居中斡旋 美国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 协商态度看似乐观 但事实上美国压力非常大 因为这次谈判 如果没达成协议 伊朗就会真的动手 报复世袭击 连哈马斯都说 对协商通过没信心 更说美国担任中间人没诚意 据传这次谈判 哈马斯拒绝出席会后 将由埃及和卡达代表 在另外的空间转达讨论结果 另外根据科威特新闻报报道 美国其实已经秘密派代表团到伊朗 暗中转告德黑兰当局 暗杀哈尼亚的以色列特工名单 似乎要先释出闪意 美国究竟是不是为达木蒂 背叛盟友不得而知 但以色列内部有推议将军 撰文杠上总理纳坦雅胡 认为国家已成建民国家 还遭盟友背弃 另外全球各地抗议人士 继续声援巴勒斯坦人呼吁停火 洛杉矶高速公路周二 遭占领示威阻挡通行 纽约也有巴勒斯坦旗帜飘扬 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造势活动外围替加萨民众发声 同一天夜门也有学生走上街头 力挺在中东的兄弟姐妹 阿拉伯国家看到加萨人的现况 也同仇敌忾 因为当地医疗机构遭到摧毁 慢性疾病的患者只能勉强续命 喜盛的民众第一个受到影响 每天还得忐忑不安 不知道何时医疗照护会中断 加萨人抱怨这一切的结果 都是以色列还有美国等盟友的错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单位统计 至今加萨已经有超过四万人丧命 大家的希望只能寄托在这一次又一次 似乎没有止境的停火谈判 TDBS新闻中不倒 再来看美国7月通膨率2.93% 年来首度降到3%以下 慢慢的接近连准会设定的2%的目标 通膨趋缓的迹象进一步的确认 但是美国民众的感受却大不相同 根据调查有将近六成的美国民众 误以为现在已经进入了经济衰退 我跟道通也宁峰认为 美国还是有35%的几率陷入衰退 不太烫不太冷 美国经济是不是像童话故事一样 来到刚刚好的温度 进入代表稳定健康的金法女孩经济了呢 新的通膨数据会说话 A new report out from the labor department shows inflation eased slightly in July with prices up 2.9% year over year better than economists expected and the smallest 12 month increase since March of 2021 美国7月CPI月增0.2% 年增幅2.9% 三年多来首见降到3%以下 而且是连五个月降温 股市先给正面反应 investors are still you know kind of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what it is and it's not too hot and not too cold 进一步拆解通膨数据 对民众影响最大的杂货支出 月增幅放缓到只增加0.1% 但是房屋成本不断上涨 90%的增加 CPI came from shelter which mostly includes rent so that is one of the areas we have seen prices do continue to go up on a monthly basis 除此之外 二手车架机票和服饰等支出 都是下滑 数据暴喜让美国总统拜登 是心情大好 出席一场与数位创作者的论坛 笑容满面 看到大家都在拍他 拜登一脸严肃 转身却抓起手机来个自拍 把台下年轻人全都逗笑了 整场论坛 大家都把拜登当背景自拍 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话 拜登信心喊话政策奏效 美国经济不会硬摔 而是软着陆 但是拜登这信心 民众有感吗 数据显示和拜登时期相比 在拜登任内消费者信心下跌28点 主因就是物价太高 通膨太可怕 省钱是王道 美国这位达人省到还能创业传授 小资生存之道 省钱守则第一条 就是不要买已经分装好的商品 达人算给你看 一代卖4.19美元的玉米粒 可以爆出104杯的爆米花 但是如果是现成的 18杯爆米花就卖3.99美元 等于差6块台币 可以多买到5.7倍的爆米花 小老百姓都做到这种程度了 政府知道吗 根据民调 有59%的民众都误认为 现在美国正在衰退中 代表大家印象中都感觉经济很差 不过其实美国近几年 经济数据表现是逐渐往正向改善 无奈就是通膨大魔王 让大家手上的钱变薄了 像是在拜登任内 每周薪资平均减少4.4% 也就是约50美元 对一般家庭而言 真的很伤 摩根大通近期逆风看空 认为美国有35%的几率 步入筛退 小摩认为联准会9月的动作 就是能够调节经济温度的关键 希望可以达到恒温 先度过通膨这一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刚才提供给您了 美国零售数据报喜 美股稍早开盘也大涨 道琼指数上涨了近500点 NASDAB也涨了200多点 主要就是美国7月零售数据 跃增1% 创下去年以来的新高 另外零售企业 Walmart第二季财报获利 也优于华尔街预期 这两个数据都被视为是 美国景气的风向球 提供给您美股大奖的 一个最新消息 而继续回过头来 我们带您来看 房贷这一年内 暴增了超过9000亿 部分银行放款也转趋保守 当然第一个先考量 房子的总价 总价可以负担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决定 能不能买这间房子 我们当初预设就是 贷款一定要到8成 就是没有8成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 负担那个头期款 买房前需要先衡量 自己的口袋有多深 但大多买房的民众 都会申请房贷买房 能贷款到多少乘数 牵动者能买什么样的房子 基本上第一个是先看房子的地点 蛋白跟蛋壳去 其实还是会有差别跟风险 但是我们挑的地点是进捷运站 所以它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价值 所以再来就是看个人的条件 个人条件包括薪资 存款甚至你有投资 比如说股票之类的 银行建价会从房屋所在地段 屋林平数大小周边环境等 进行综合评估 并且参考信用评分决定贷款的乘数 不过最近从行库大型民营银行 纷纷拉紧房贷额度 例如以准额度代播者协调分散拨款 第二未准额度者要排队等候 最后则是拉高房贷利率 因为我们当初没有考虑预售物 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预售物的部分是 可能它的供期有三到五年 甚至我们那时候看已经有人拉到六年 甚至十年才交屋 对那它贷款的时间是在你交屋前 才去办理这个贷款 那那个会有很大的变数 尤其以中股乘务 它的严重的情况会比起预售物来得更严重 因为其实预售物它其实到交屋都还有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它跟银行之间的往来 核贷之类的状况 大概都是在它签约之后 数年之后才会发生的情况 那就算有在近期要去交屋 事实上其实很多的建商 它跟银行都有配合 联邦银行率先开出银行第一枪 针对下半年房市看法比上半年更保守 主因房价大幅上涨 建商整批房贷大量公安销售 尤其政府新清安专案推出后 房贷热落 因此计划2024年承办房贷采保守方式 第一个可能会为了配合国家政策的需求 那么有时候国家一些大的案子 会希望这个也从这个大的航库 然后引导这个一般的民营企业 第二个当然很重要的就是 台湾的房地产也不断的进行涨 我想这一两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尤其这光今年的前半年 在很多的县市 房地产的增值的这个 这个幅度是蛮大的 像这个新清安的这个推出 针对房市火热 银行已经借了不少资金出去 导致短期可放款部位减少 民众在购物时不见得贷不到款 但确实可能不如从前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上面可能都会是下半年 如果是中古城屋的民众可能真的要跑几家银行 货币三家或者是说他可能去像一些 不是属于商业体系的这些银行来去做生贷 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这些方案 而依照银行法72-2条银行办房贷 建融及商办等不动产放款总额 以总存款加金融债总额的30%为限 市场视为不动产放款偏条 而各银行内部大多以28%为警戒水位 根据金管会2024年6月底统计 全体国营房贷余额达到10兆4873亿元 光上半年就大增504亿元 也改写史上同期最大量 毕竟放款出去银行就得承担风险 一旦景气影响都可能造成压力 银行放款转区保守恐怕会延续到下半年 TVBS新闻和将郑胜伟 徐宽山下单词拍报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Hip